當你把iPhone接上去的時候點選鈴聲接過來 這邊要刪除的話就是對它按右鍵從資料庫中刪除 點一下刪除鈴聲 刪除之後再點你的手機點到鈴聲 這邊就已經沒了 這時候再按下同步你的手機就可以完成同步的鈴聲的刪除 因為你同步之後你這個鈴聲只剩下一個你所存留打勾的 當然你這個如果不要的話你打勾用掉 你現在同步之後就沒有鈴聲會進去了 這個打勾是剩下鈴聲 當然你其他儀屬就是跟剛才一樣再去按一次刪除鈴聲 這邊都沒有了 好這個就是把iTunes裡面的鈴聲刪除 好這個部分就是你會做也要會刪除嘛對不對 好以上就是如何把你製作好的iTunes鈴聲刪除 好